这是一具神奇的尸体 一千度的烈焰烧了足足两个小时 也没能烧掉他的一根毛发 火化工哪见过这场面 慌慌张张地冲到死者家属面前 一家人跟着火化工来到停尸间 果然看到死去的男人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 男人的女儿怀疑是焚尸炉出了故障 但火化工告诉他们除了尸体以外的所有东西都被烧成了灰 男人的儿子怀疑是不是父亲变成了幽灵 话刚说完就有一阵阴风吹过 险些垂灭鸡坛上的蜡烛 女儿想到了另一种荒漠的可能 上前探了探死去的父亲的脉搏 确定父亲真的死得不能再死了 他让火化工试着再火化一次 一家人继续等待火化结果 不料火化工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猜测男人一定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 这才贪恋人间不肯离去 除了坚定为物的女儿 一家人都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为了送走男人 他的孩子们决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但帮他完成心愿的前提是知道他未完成的心愿是什么 这事儿戏忽然想起 大家猜测男人一定是还没来得及追到喜欢的女人 这才会在死后阴魂不散 儿子忽然有了思路拿出一张女明星的签名写真招 说这就是父亲生前的遗憾 他们把签名照放进男人的棺材里 然后再次等待火化结果 没想到这次还是没有烧掉 儿子和儿媳民思苦笑 想要一次猜中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是什么 儿媳又想起陪父亲看电视的时候 奶奶一听也想起了一个和男人矫情费钱的名字 儿子和儿媳立马行动 把叫这个名字还有可能和男人认识的女人找了过来 可这些女人全部不认识死去的男人 就在大家以为线索又断了的时候 一个花枝招展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中年人把一束茉莉花放进男人的棺材 说能见他最后一面就很满足了 原来他不是男人的恋人 而是他相识了15年的老友 这时火化工又跑了过来 告诉他们还是无法火化成功 现在儿子和儿媳想破头 也想不明白父亲的尸体究竟为什么烧不着 这时候奶奶猜到了已经离开的孙女身上 原来孙女并不是男人的亲生女儿 她觉得父母偏心弟弟 所以一直心怀接地 甚至一度说出了很伤人的话 此时男人的女儿忽然看到了父亲生前发给自己的信息 她这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父母 连忙回到殡仪馆复在棺材前和父亲道歉 忽然她感觉有一只手搭到了自己肩上 还以为是父亲复活了 没想到是弟弟赶了过来 姐弟俩一合计认为可以再次火化了 他们看着火化工把棺材推进焚尸路 正忐忑地等待结果的时候 得知火化又失败了 这时女儿看到了火化工胸口的名牌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段记忆 原来15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 负责火化的就是这个火化工 父亲想把结婚戒指放进母亲的棺材却被火化工拒绝了 女儿瞬间想通了父亲的执念 她找到结婚戒指带到父亲手上 这一次不可然的父亲终于被烧潮了 火化工收拾惨局时发现原本不可然的戒指镜也消失不见了 有必要可爱 无敌 剪了 由悟